请问一下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大熊猫的保护历程能分成几个阶段呢 从建国之初到2016年以前是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是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要的抓手 进行这个大熊猫的保护 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 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能力 然后做更多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 防止森林采发 反倒裂 还有一个就是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国家公园的建立 到了这个阶段 随着现在新技术的一些不断的出现 我们也用了很多新技术新方法来做以身动主保护 你比如说这个红外相机的管理使用 首先第一个就是解决栖息地破碎化 第二方面就是说它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要进行一种新的尝试 三个方面就是说对这个区域经济的改型 要做探讨 在保护为主这个原则下 要探索新的这个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路径 新的方法 一种新的平衡吧 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加强执法 我都会推动这个国家公园立法 用法律的形式 就是说对国家公园的管理进行规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